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前面我们就学习了操作系统的进程管理 我们从这节课开始就学习操作系统的存储管理 这一节课学习的是存储管理之内存分配和回收 那么其实在早期的计算机 并不需要过多的存储管理 但是随着计算机和程序越来越复杂 使得存储管理成为必要 那么存储管理其实主要是为了解决三个问题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确保计算机有足够的内存 可以处理数据 第二个就是需要确保程序 可以从一段可用内存里面获取一部分内存进行使用 第三个就是需要确保程序 可以归还它使用后的内存 以提供给其他程序使用 那么存储管理 它其实主要就是为了确保这三个问题的 那么这节课我们学习的内存分配和回收 我们主要是学习两个内容 第一个是内存分配的过程 第二个是内存回收的过程 那么对于内存分配的过程 我们将会学习到三个分配的方法 第一个是单一连续分配的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是最简单的内存分配的方式 它只能在单用户当进程的超速系统中使用 它分配的过程就是把内存分为系统区和用户区 系统区指的是系统区的所有内存都给超速系统所使用 而这个用户区指的是所有的用户区的内存都给用户区程序所使用 那么这个已经是过时的了 所以我们就不再展开了 接着我们来学习第二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是固定分区分配的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是支持多大程序的最简单的一个存储分配的方式 它怎么工作的呢 它是把内存空间划分成若干个固定大小的区域 然后每一个分区它只提供给一个程序所使用 因此每一个分区它们相互之间就不会干扰到 在这里面我们就把这个储存分为若干个分区 然后每一个分区提供给某一个进程所使用 这个就是固定分区分配的方法 接下来我们再来学习动态分区分配 那么这个分配是我们插助系统里面比较常用的一种分配的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就会按照进程的实际需要动态的去分配进程所需要的内存空间 那么这个就会涉及到相关的数据结构以及分配的具体的算法 我们接下来先来了解动态分区分配 它所涉及的一个数据结构 首先是这个动态分区空闲表的数据结构 那么假设这个储存里面有若干个分区 并且有一些分区是已经使用的了 而另外有一些分区没有使用 那么这样子我们就需要一个数据结构去存储某一个分区 它是否已经被使用了 那么在这里我们介绍这个空闲表数据结构 这个表呢看起来是这样子的 在这里面有若干个分区 每一个分区呢都有一个标记 是零或者是一 如果是零呢表示说没有被使用 如果是一呢表示已经使用了 那么这一个就是动态分区空闲表的数据结构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种数据结构 那么这种数据结构呢是动态分区空闲链数据结构 那么这一个呢使用的是收线链表来保存动态分区里面的空闲区域 同样的我们还是有这个空闲区一 二三四五六 那么这个呢我们如果使用这个空闲链来表示的话 就是把所有的空闲节点都首尾相连连接起来 形成一个空闲的链表 但是呢在这里面因为这个空闲区二和这空闲区三呢 它们是连续的 因此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节点二和节点三给合并起来 同时呢把这个节点五和节点六也合并起来 那么这样子呢就可以减少这个空闲链表的节点 因此呢因为每一个节点它的这个大小不一样 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在每一个节点里面存储记录 这个节点它可存储的容量 那么这一个就是动态分区的空闲链表的数据结构 好的了解了这个空闲链表和空闲链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了解这个动态分区分配的 动态分区分配算法 这里面主要会提到三个算法 第一个是这个首次适应算法 也称之为FF算法 第二个呢是这个最佳适应算法 称之为BF算法 第三个是这个快速适应算法 也称之为QF算法 那么这个算法呢是实际进行动态内存分配的时候 使用的算法 首先呢是这个首次适应算法 FF算法 那么这个算法呢它的过程是这样子的 每一次是要进行这个内存分配的时候呢 都是从这个开始的顺序去查找 适应的内存区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主要使用的是这个空闲链的数据结构 那么如果我们便利了整一个链表没有发现合适的空闲区呢 就表示说这一次分配是失败的 那么如果找到了合适的空闲区呢 我们就把这个空闲区划分给这个进程所使用 举一个例子 假设在这一块内存里面呢 有六个空闲的分区 那么假设某一个进程 它需要使用两个空闲区的内存 那么如果使用这个首次适应算法 才会首先便利这个链表的头部 首先查找这个空闲区一 节点一 那么这个时候发现这个节点一呢 它的大小不满足它的需求 接着就便利第二个节点 那么便利第二个节点呢 它发现这个第二个节点 它的空闲区的大小 有两个空闲区的大小 因此呢满足这个进程的需求 所以呢就会把这一片区域给划分为这一个进程 那么这个呢就是首次适应算法 但是呢这个首次适应算法 它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在于 说每一次分配的时候呢 都是从这个头部开始的 那么这就导致头部的地址不断的被划分 又或者说这个头部的地址已经被分配很多次之后呢 空间已经很小了 很多碎片 每次分配的时候都需要便利 直到差不多到尾部的时候才获得相关的内存 因此呢 在这个首次适应算法之后 我们就提出了一种改进的算法 叫做循环适应算法 那么这个循环适应算法呢 指的是每一次分配的时候 就不是从头部开始分配 而是从上一次检索结束的这个位置开始 那么这个呢就是循环适应算法 这个循环适应算法 对这个首次适应算法进行了一定的改进 接着是第二个算法 第二个算法叫做最佳适应算法 那么这个算法呢是 需要把这个空闲的链表按照容量大小进行排序 然后呢 在每一次需要分配的时候呢 会便利整一个空闲区链表 从而找到最佳的最合适的这个空闲区 举一个例子 那么在刚才呢 原来的这个空闲节点是 节点1 节点2 节点3 节点4 节点5 节点6 这样子的 那么如果使用这个最佳适应算法呢 就需要把这个空闲链表 按照容量大小进行排序 排序之后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节点1 节点4 节点2 节点3 节点5 节点6 那么按照这个排序之后呢 我们在需要分配内存的时候 就从头到尾去寻找一个最佳合适的空闲区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算法有什么好处呢 那么这个算法呢 就可以避免一些大财小用的情况 因为这个算法呢 它在便利的时候 它是从小到大去便利这个空闲链表的 因此它所匹配的第一个合适的空闲区呢 肯定是大小最适合这个进程所需要的一个空闲区 因此呢 这个算法可以避免这个大财小用的这个情况发生 接着是第三个算法 第三个算法是这个快速适应算法 那么这个算法呢 要求多个这空闲链表 然后呢 每一个链表 它都是存储一种容量的空闲区的 比如说刚才的 节点1和节点4 它们都是拥有一个空闲区的节点 节点2、节点3和节点5、节点6呢 都是拥有两个空闲区的节点 因此呢 就需要两种链表来保存不同容量的空闲区 那么这个方法呢 在需要进行这个内存分配的时候呢 就可以快速的找到适合某一个进程的内存区域 好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存储管理内存分配的过程 我们介绍了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这个单一连续分配 第二个是这个固定分区分配 第三个呢 是这个动态分区分配 我们重点是了解了这个动态分区分配的这个方法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第二个部分是这个内存回收的过程 那么这个内存回收的过程呢 可能会出现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就是这个需要回收的区域 跟一块空闲区呢 是连接在一起的 并且位于一个空闲区的后面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回收区域呢 是和空闲区连接在一块的 但是呢 这个回收区位于一块空闲区的前面 第三种情况 就是这个回收区呢 它是位于两块空闲区之间的 第四个呢 就是单一的这个回收区 它没有连接任何的这个空闲区 那么这四种情况分别是怎么样回收的呢 我们接下来一一来看一下 首先是第一种情况 那么对于第一种情况呢 我们在这里面使用这个空闲链表的数据结构来保存这个空闲区 那么对于第一种情况呢 我们不需要新建新的链表节点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空闲区的这个容量增大为这个新的空闲区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空闲区一的标记的这个容量增大为包括这个回收区的容量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接着是第二种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呢 是这个回收区和这个空闲区连接在一起的 并且呢这个回收区位于这个空闲区的前面 那么这种情况呢 我们需要将这个回收区和这个空闲区合并起来成为一个新的节点 然后呢把这个新的空闲区使用这个回收区的地址作为新的节点的地址 那么这一个就是这种情况的 接着是第三种情况 这种情况呢 就是这个回收区它位于两个空闲区之间 那么这种情况呢 就需要将这个空闲区一空闲区二以及这个回收区都合并 然后呢 将这个新的空闲区使用这个空闲区一的地址作为新的节点的地址 最后是这个第四个这个情况 那么这个情况呢 只需要为这个回收区创建新的空闲节点 也要把这个节点插入到链表里面就可以了 好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这个内存分配的过程 第二个呢 是这个内存回收的过程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